最主要是 這一段緋聞 她跟這個女的年紀也差太多了 現在想瓜哥也不敢啊 她是怕老婆的啦 而且我是從小看小珍長大 小珍都比 對不對 比這位熊小姐年紀要大得多 那20歲董哥可以嗎 20歲啊 我兒子都20歲了 不行沒有沒有 我想最起碼要35、40歲吧 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殘害國家民族幼苗呢 我在嚮往就帶婚被人 所以我就想 腦筋啊 有想法 但下半身沒辦法 瓜哥與我是 一師一友啊 那我們一起合作了22年 在《綜藝大集合》 我覺得我跟 軟體的交情呢 也很久 也超過20年以上 所以我覺得感情這種事情 對他們來講 他們只會更堅定 應該不會受到任何的 外面的留言或是 不是真實的消息所影響啊 最主要是 這一段緋文 她跟這個女的年紀也差太多了 而且 我是從小看小禎長大 小禎都比 對不對 比這位熊小姐年紀要大那麼多 喂 她還想瓜哥也不敢啊 她還是怕老婆的啦 她也會覺得獨膽嗎 Sometimes 有時候晚上這個夜晚 黑夜 黑夜來洗手 會滅滅掉我們的良知啊 哎呀 要是 這麼冷的天氣 旁邊抱著不是枕頭 抱著是一個活生生的 青春的吧 她也該有多好 對不對 但想歸想啊 目前還沒有辦法了 就是說因為 還是以工作為重 那我媽媽這幾年的生理狀況 也不是說太好 所以呢 我畢竟我還要花一半的時間啊 照顧媽媽 那20歲 董哥可以嗎 20歲啊 我兒子都20歲了 我 不行沒有沒有 我想最起碼一定要35 40歲吧 對不對 可不可以殘害 國家民族幼苗呢 我在嚮往再婚這件事 所以我就想 腦筋啊 有想法 但下半生沒辦法 很小婚婚的戀愛 對我來講 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我在嚼的話 40歲 45 43 因為我都57歲 你想想看 對不對 怎麼兩個家 兩個家都要100歲了